你现在离婚了 这房子成你婚前财产了 你想得美 那我们每年的月供呢 每个月我们都月供呢 你给我吐出来 吐是吐不出来了 这样吧 阿姨 您要是有证据的话 您就去法院告我 法院判我多少年 我都认 我当初真的是没有看错你 你不出去 你 你晕头了 这 这我们家也要我去哪儿啊 我们家远远都不在这儿住了 您也别在这儿住 你给我出去 要走也是您走 我 我走不了啊 这个 我告诉你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不住 我今天就激动了 你给我出去 气死我了 你也出去 出去 出去 你出去 走 走 阿姨 说病就病了 上午打电话不得好好的吗 老年病啊 我把岁数大了 都不转眼 没事 别 别激动 别激动 肺炎 这些 急性的 都是 住肠帮冻出来的 不传染吧 你知道吗 救护车上打电话 哭的事没背过气去 他 真能哭了 可恶吗 特别厉害啊 那他 说什么了吗 反正情绪挺激动的 哭得不行不行的 他赶紧一走停就来了 怕你死呗 那就说 他 他的心里还是有话的 有 有 有 他 方乐 媛媛 听爸爸一句 一生只爱一个人 好好过 好 媛媛 别听你爸的 为什么一个女人 她就要嫁给一个男人 不能离婚呢 方乐 方乐本来就是好孩子 爸知道 你为了我们家媛媛 你就连你发小的小哥们 都不敢来往 你真给我们家媛媛离了 我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好女婿一下 佳佳 来了 来了 佳佳 您好 方医生 快坐 快坐 你早就应该把佳佳带过来了 今天带来都带晚了 咱俩不是说过吗 是要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就要带来给对方看一眼 因为我们彼此都有一票保学权 我还有一票否决权 你放心 您是好人 秦主任也是好人 我都想好了 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替你们完成 以后 我们俩的孩子就是您的孩子 其实孩子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秦韵韵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今天把这一瓶都喝了 倒上 今天把这一瓶都喝了 因为是不好 It's sangre 偷